来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原生泰村落 我都八十几岁了 那时候才有了 五六十几岁 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 你这个不还好奇吗 这个不像奇 这个不像奇 五六年就奇的 五六年 老太太快九十岁了 这房子是五六年盖的 茶茶西村 当地也叫茶茶 这个村子位于香鳄鱼三省交界处的深山里 属于恩师州来奉献百福斯镇新安村 现在村里住的都是土家族老乡 虽然也是老人居多 但还挺有人气的 村外竹林掩映 流水潺潺 千墨交通 鸡选香文 村里的老人对于时间的概念非常模糊 刚才那位老太太还认为 从一九五六年到现在只相隔了三十多年 最后说了半天也没能明白 茶茶是土家雨 一尾喜鹊的叫声 县城文化馆的人告诉我们 现在村里还有人能讲土家雨 但过来之后发现已经基本没人能说了 附近几个奇怪的村民都是土家雨的 比如捏车村捞车村 车在土家雨里边是水的意思 这几处有车子的地名都在水边 茶茶西村不大 村子一山而建 保留着许多原生态的土家吊脚楼 有三河水 钥匙头 一字屋等很多种类型 村子周围的生态环境非常好 房前屋后有动物们走来走去 夏秋之际还有白鹿飞过来 这边的村民非常热情 有老奶奶给倒茶 大姐姐给上树摘柿子 老大爷带着我们参观他新做好的棺材 仿佛进入了一座世外桃源 大姐姐给上树瓶子 大姐姐给上树摇柿子